需要帶您關注到我們的食品安全問題 之前問您報導過 山水米工廠被檢方查出有四款米 用劣質的越南米混沖台灣米 而董事長之前還不斷地辯稱是作業疏失 但是他的兒子山水米的邵東 他終於認了 坦誠是他交代員工要這麼做的 而為的就是要用低價搶通路市場 目前山水米出產的80多款米 全部都被賣場下架 夏日山水米工廠生產線還是照常運作 即使被查出用劣質的進口米混沖台灣米 賣場的米都被下架退貨了 但是工廠還是繼續生產 業者從越南進口5000公噸米 已經賣了4000公噸 皈依的是生產線找不到越南米的包裝袋 這才坦誠它們都是混進台灣米包裝 包括家常米 常A米 常米和常鮮米 已經坦誠從今年的四五月間起 除加常米之外 上游品項 常米 常A米 常千米 是由他來指示員工 以越南米來混沖台灣米販賣 夏令要員工混越南米的人 是他 山水米少東李倉偉 為了低價搶通路市場 一包4公斤的米只賣189元 比其他廠牌還要便宜兩成 全聯 加勒福 大買家等大型量販店 都是山水米的天下 民眾買得開心 卻沒想到都被騙了 越南米不像台灣米這麼香Q 而且檢方還要查 混沖的越南米有沒有過量的 重金屬農藥 9月7號警驗出爐之前 賣場將山水米品牌全部下架 記者吳兆青 天內報導